就是Biker、Cafe Racer、Trucker 一些我們叫Half Bells的款式 還有Boomber和A2 這六種是我們最常見的 皮方面一般都是牛皮、羊皮 有時候有馬皮 然後裡面這三種皮 有分是SWED 即是鏡皮 或者是滑面皮 羊皮其實是見得最多 其實我們跟普通衣服一樣 穿差不多都是要清潔的 我們用噴毛 噴毛就像Mousse的形式 噴一片在表面 你找布擦走它就不用過水 清潔了表面的污漬和塵埃等等 都可以令它油潤了、亮了 即滋潤了它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可能未必會這麼快放進衣櫃 放它一會兒再放進衣櫃 其實最重要的是 衣櫃長期都要保持乾爽 衣櫃一定要放吸濕珠 千萬不要放任何未乾透 或者有濕氣的進去 第一步最簡單的就是 買一塊皮夾擦紙膠 試在表面擦一擦它 看看擦不擦可以 那些污漬 如果不行 我們才用清潔啫喱 找棉花濕一點 然後就擦上去髒了的地方 看看擦不擦得 但我們會建議 選一塊皮的一些 沒那麼顯眼的地方 就來試一試 看看它會不會有脫色 鮭裂的情況就是它乾 我們就要塗雕鼠油 就這樣塗水滋潤 有點像鞋霜的做法 如果你一見到 落完雨一粒粒水珠在皮面 你就應該在它未塗進去之前 就先擦掉它 如果你等到它 那粒粒慢慢塗進去 就會有個空 那才要用這些去水漬的劑 就是Stain Remover 我們就弄在棉花上 嘗試推開水漬的空 就可以彈化了 因為那些毛菌 它其實已經是 進去毛孔裡面 深層它怎麼都會生出來 你要做的 其實就是用一個 撒毛劑 收拾棉花 然後抹走那些毛 如果你想再深層 撒得好一點 其實可以在陽光下 輕輕撒得曬 就是讓它有些紫外光底層都死了 其實就要勤力一點 就是每兩個星期左右 抽拾一次 關上門窗 然後打開櫃桶 就開個抽拾機八個小時 我平時都會掛起它 而且我都會入衣袋 第二樣就是你掛的話 你都要用一些好一點的衣架 你的肩膀會掛到蝴 或者其他一邊就會掛到長了都會 就算你真的要噴 其實應該是要噴一些辣米水 噴完之後因為有濕 所以就真的不要馬上放回衣櫃 幾個小時 等你的人的熱力 那些汗沒有了 已經可以了 放一晚就當然最好 再次回到廣告